因为其实在31号见面会结束之后 我看你第二天就回崇敏岛去见徐志导了 他有没有给你一些新的建议 现在跟徐志导聊天 就是更像家人了 就是现在感觉 包括在西班牙也是 可能像以前小的时候那样 直接去说一些技术术的 足球方面的东西会少一些 聊的更多的是家庭 然后这种事情更像亲人 应该一开始在西班牙的时候 可能遇到一些压力或什么的 他也会帮你缓解一下 其实一开始还好 就是可能之后吧 后一阶段时间 这个确实他也非常关注 然后包括基地有很多小球员 以前的教练 工作人员 其实都非常关注我 情况他们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徐志导也会主动视频跟我聊一聊 徐志导会带着他们一起看你比赛吗 如果不是很晚的话会看的 对和小圈一起 是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是在亚洲杯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现场 然后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 应该也挺全身心关注比赛 没听到太多就是关于你要留洋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 我觉得听到还是挺突然的 当时自己酝酿去留洋这件事情是酝酿了很久吗 其实亚洲杯开始比赛之前其实就已经定了 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去说这个事情 当时一直就是差不多就是其实也是基本上就能够确定了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也是全身心的就是 投入到这个亚洲杯这个比赛 所以也没有过多去说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出去踢球的想法也一直是有的 从这个拿了冠军之后 就一直就是有很多选择 其实最早也不是说西班牙也不是第一个选项 也有其他很多的选项 当然这个最后其实选择去西班牙人 也就是最后可能两到三周的时间自己就决定 刚刚你说的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球队 德国也有球队 就是最后是觉得综合考虑下来 然后选择了西班牙人这个球队 对 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个年纪出去 我觉得还是看中这个比赛机会吧 然后西班牙人也是非常有诚意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过去之前三年的比赛的这个报告 包括一直他们一直有关注着这个中朝联赛 关注着这个所有的中国球员 每年都有评估 所以这个听了这个之后 其实可能自己心里会比较有底下 一开始想要留阳其实就是2018年夺冠之后 就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走去看看 然后你觉得就是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又或者是自己内心有动摇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什么动摇吧 因为就一直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之前也说了就是拿了冠军之后出去 所以2018年拿了冠军之后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成章的事情 然后俱乐部也非常支持我 其实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 其实俱乐部放我出去其实是有很大的牺牲的 那个时候确实中朝的这个环境啊 包括这个竞争力 包括激烈程度确实是 所以也是很感谢俱乐部啊 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去阻碍 对 因为其实你包括第一次去西班牙人的时候 那个发布会我们也在看 然后就是从你第一次去到他们的球场 包括去见到他们的球迷训练或者比赛 然后再到你就是之前到了这个六二三年这段时间 你觉得自己的内心就是在就是每一次去踏到这个球场上 你内心的变化是什么样 今天是有变化的 因为刚去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鲜感和有一股那种冲劲吧 因为也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 然后到那样的环境里面也是很新鲜的一个环境 也是想去证明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肩膀已经是西班牙人对于也说就是马上要做手术 但是我说我再等一等这个等到联赛 因为其实在发布会的时候 当我踏进球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肩膀已经好了 就是有一种那种 然后看到那个球场可能就是有一种梦想要实现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他的一些东西已经都不重要了 有没有那种内心的小忐忑 没有吧 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兴奋 对还是兴奋 因为其实从数据上来看 就是主力也有很多场比赛 所以不管是过程还是从这个数据来说 包括进球数来说 我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在欧洲那样的环境里面确实 就是想要立足 想要去进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就是队里面的这些竞争 就是包裹上在位置上的这些 欧洲竞争说实话非常非常激烈 这个 第一年第二年可能自己比赛时间多一些 到第三年可能比较少了 其实是跟球队这个轻训力量 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因为每年其实 俱乐部都有17 18岁 每年都有一到两个人能够直接到一队 而且是无风对接 完全你不说年龄 完全看不出他们是年轻球员 所以还有很多人在下面等着 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是 因为前段时间你回来之后 我们也去采访了一下球迷 其实很多球迷熬夜看你比赛 然后问了一下 其实很多球迷觉得对你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场和巴萨的那个绝评的那个比赛 你自己当时因为我们看到你也是挺开心的 然后有在喝彩 然后你自己当时内心是个什么感受 其实进球的那一刹那 其实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吧 因为唯一的就是 是因为和巴萨是因为是得比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 我觉得是那样的那种感觉 可能回到更衣室看到手机 朋友发的微信 包括网上的球迷的一些评论什么的 可能那个时候觉得 这个球可能对球迷来说 可能对中国足球来说 可能是挺重要的 也是值得的 对 自己回家有看那个视频吗 其实不光是那个进球吧 就是你现在中超体球也好 就是自己进球之后都会去回看 很多时候去看自己之前的进球 是能够去给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信心吧 因为其实看你在西班牙人的时候 跟球迷什么的互动也很频繁 也挺多的 就是其实在平时在马路上走着 应该也有很多球迷给你打招呼啊 就是你对比下来 就是觉得就是在西班牙人的这种球迷环境 和国内的这种球迷环境 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国外看球的人可能要多很多 然后就确实在国外 经常在马路上能没认出来 而且就他们看见你 就可能像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可能国外更加性格 更加开放一些吧 善于跟戴爱非同 自己感觉就感觉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还可以吗 我是其实对这一点还是觉得就是说 挺挺满意 或者说觉得挺成功的吧 因为我一个中国球员的去到这个西班牙 能够得到球迷的认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去之前担心的可能很大一部分这个就是怕可能球迷接受不了 可能球迷不认可或者什么 但是我觉得其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场上的表现 其实西班牙人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球迷的 那就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就是能够受到球迷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其实刘洋定义刘洋的成功 其实不仅仅是场上吧 不仅仅是数据 其实有很多各方面的因素 都是其实去了之后能够去感受 包括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心态上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比以前更加自信了的场上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也更加成熟吧 应该是因为这个年年增长了 包括在欧洲也看了很多 所以肯定是会将来 不管是之后的这些生涯 还是之后退役之后都会有帮助 我看陈明明在加盟这个G3联赛之后 其实也有很多配合去就宣传的活动 你们当时那种像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活动多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球迷对剧部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比赛没有球迷看 其实可能这就不是真正一个足球吧 我觉得一支俱乐部 最重要的首先是球员这个主体 其次就是球迷 就没有球迷的支持 也很难去 这支俱乐部能够有一个 很长远的发展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在那边有去参加一些什么宣传活动吗 很多 因为国外有很多的节日 然后纪念日 都能够去把球迷和俱乐部 去拉近更多的距离吧 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活动 我刚去的时候 其实过了一个月吧 就是西班牙当地的情人节 情人节就是男孩送女孩子花 女孩子要送男孩子一本书 所以就是在最热闹的地方 俱乐部有一个展示的一个摊位 然后我们球员就会去给路上的 包括我们的会员球迷 去给他们送花这些 之前你也会鼓励 就是会去鼓励这种更多的年轻球员去流洋吗 对 我一直说的嘛 一直一直在跟他们说 有机会的话 还是尽可能的要出去 去感受 因为现在李磊也是在草谱 包括也有一些年轻球员 或者是要即将去流洋的这种球员 你自己对他们 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之谈 李磊其实我们一直在沟通 之前我也讲过 就是说有什么建议去给到 年轻的或者其他的球员 其实我也说过 每个人他这个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 国家也不一样 每个人的自己的家庭情况也不一样 球队也不一样 所以性格也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所以其实更多的 我觉得还是看自己吧 怎么去面对困难 就是李磊在瑞士也有很多困难 只是他没有说而已 我也有很多困难 这个只有是去到了那里之后 亲身经历 去经历了之后才能去体会到这些事情 你跟李磊平时聊他自己参加的比赛 或是训练什么的聊得多吗 也聊 特别是他刚去那段时间 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 瓶颈期 然后他其实更加困难一些 他家人不在那边 所以大家相互鼓励吧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当时去到小亚人 还是你决定回国 我觉得好像这个消息每次听到的时候都挺突然的 你自己回国的这个决定 你用了这样的时间长吗 其实今年年初就 其实当时就有过这个想法 但是想法可能是不是要离开西班人 因为确实比赛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当时还没有就是说 决定是回国 还是再去欧洲的其他的联赛 然后也和主教练聊了一次 主教练也是他说对我还是有信心 就是希望我能够再坚持坚持 所以当时就留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努力也有回报吧 然后塞尔塔那个进球也是绝杀 觉得还是有回报的 还是值得的 当然这个最后决定回来 其实也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吧 其实最主要还是家庭原因 确实这几年在西班牙这个 我老婆确实非常辛苦 因为也没有别人了 就我们两个带两个孩子 生活上各种事情非常多 这个确实很辛苦 所以这次决定回来 也是希望回来之后 因为朋友家人都在身边 可能很多事情会照顾得更方便一些 自己跟他商量的多吗 就是这件事情 应该都跟他商量 对 对 因为回来这件事肯定是商量 其实也有过很多犹豫吧 到底是回来还是继续在欧洲 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很纠结 其实也要相信自己的 对 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 对 对 你到去到西班牙之后 然后很多球迷对你的鼓励 其实也很多的 我就发现 你不管是在这个 有些公众号啊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社交网络上 大家的留言都挺多 自己平时会看吗 看肯定会看 当然鼓励的看来更多一些吧 因为确实很不容易 很多比赛都是凌晨很晚 这个大家都是一直关注 包括其实我也觉得 也是很多球迷也是挺有才华的 很多什么五字的成语什么的 确实挺厉害 你自己应该也印象蛮深刻的 对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心态成长的 非常成熟了吧 对自己 就比如说可能有不好的 自己也会过滤掉 就调整一下自己 对 其实去之前 在中超的之前的几年 其实就已经是 能面对这样的情况 从小一路以来 其实有很多质疑是吧 对 所以这个 去到欧洲之后 我觉得这个 你信誉也有准备 肯定是会有不同的声音 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你期待还是很多的 自己有感受到那种压力吗 就比如说大家就是对一件事情期待特别特别的高 可能自己你觉得感受到了这种期待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不是特别高 因为刚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能踢上球就不错了 或者说什么跟着训练也挺好的 可能都是以这样的心态去看 但是机场比赛踢了之后表现还可以 可能是自己的表现让大家 让球迷们可能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到了后期可能大家觉得我应该必须得上场 然后一定要进球什么的 其实到后期可能大家的这个期待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之前我也讲过就是 还是要去正确的去看待这个 自己的一个水平 整体的一个水平吧 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说这一段时光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历练吧 就是你刚刚说的 自己也觉得其实挺成功的 包括当地的球迷 包括我们国内球迷其实也都很认可 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 对 然后我们聊一下最近一段时间 又回到队里了 然后自己感觉跟球队练了二十来天 二十天有吗 没有吧 两周差不多 感觉练怎么样 回来就还是 感觉就是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什么变化 因为队友其实大部分队友还在 然后训练的地方 环境 还是都是那么熟悉 所以 其实也三年多了 但是 回到队的时候 大家都说好像其实也没走多久的感觉 对 所以还是很开心 回来还是很亲切的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存在 就是跟大家有什么融入 或者什么的这种问题了 但是有一个新队友 应该是你熟 可能其他人没能够熟的 巴尔达斯 就感觉他练得怎么样 他之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没有很多的系统训练 也是跟我一样 可能比我稍微好一点 比我稍微好一点的身体状态 但是毕竟他一个外国群人来到不同的国家 是肯定比我要更困难一些 因为我在西班牙体育过 我也非常清楚 就是面对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这个 所有的事情都是和原来的生活不一样的情况下 确实是需要时间去把这个 去调整好 去慢慢地进入这个节奏 所以我一直也是和他说不要太着急 他是非常想为球队做出贡献的 因为就是之前也看你就是采访 然后说回到球队之后 想要去享受足球 感受足球 就是在你的理解当中 你认为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就是开心就好 因为其实我现在30岁 其实怎么说 其实自己想完成的目标和梦想 其实差不多都已经实现了 这个在欧洲这个环境里也感受了 然后比赛也踢过了 所以现在这次回来 其实就是心态就非常好 就是尽可能地去帮助球队 然后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 自己有期待吗 这个赛季 因为其实到现在来看 我觉得球队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球队有些什么样的目标 或者期待 肯定是排名肯定是要越往前越好 因为确实和第一名分差比较大 然后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放弃 还是如果说是能有机会再往前冲一冲 还是希望能够排名的这个越高越好 自己的进球数对自己没有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进十个球就行吧 就是两位数就可以 之前有说想去真真足学杯对吗 觉得这个也算是今天球队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期待 因为确实我们联赛拿过了 然后超级杯拿过了 就是中学杯被拿过 所以对 都是你跟这个球队一起拿的 超级杯我没有 是是超级杯确认了一个 对 但是足级杯球队没有嘛 所以希望能够这个把国内这个大王冠都拿了吧 是 他也是也有很多困难 因为这个其实球队也是需要慢慢磨合 要尽快的把这个自信心找回来 因为其实现在新队员加入也挺多的 可能就是打法什么的选择更多了 对 对 以后可能就是面对其他比较重要的比赛 可能也能调整一下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球队的这个精气审霸 然后 嗯 比赛的这种自信心 嗯 这种取胜的欲望 嗯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 嗯 是 然后最后我们想问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问题 也就是刚刚我们回到开头去看了徐志导 就之后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职业生涯结束之后 有没有想过去接过徐志导的这个一步 嗯 我觉得慢慢来吧 因为自己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就退 嗯 可能还有几年的时间吧 嗯 嗯 这几年自己也是希望就是可能呃 边踢球可能也是也要去边去学习一下 也是为以后做准备 以后肯定是离不开足球这个行业 是 谁知道有跟你提过这些事吗 嗯 暂时还没有 因为他也可能也知道这个 呃 现在这个重心还是在这个 自爱自己的这个事业上 足球这个职业生涯上面 嗯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两个就是来自我们网友的问题 你觉得现在自己算不算已经完成了二十的梦想 你还记得你经常说的那个我二十的梦想是穿着那个 对 嗯 其实 除了那个吧 其实小的时候的梦想 所有人如果从你喜欢足球爱好足球 你的梦想肯定是成为国家队的球员 当然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去努力的去实现的 然后你完成了一个梦想完成了一个目标之后还会有新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自己的梦想应该是基本上都完成了 嗯 应该不止国家队其实还有其他的 对 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梦想 对对对 可能就差世界杯了吧 哈哈哈哈 就差世界杯了 对对对 能踢 踢世界杯 其实可能就更加圆满 嗯 也是我的期待 嗯 大大的期待 好 非常感谢 以防止